为了保住缅北最大华人城市蜡树,米昂来炸了南渡到蜡树的银奈大桥,这是因为近期缅甸的局势异常动荡,冲突已经蔓延至南部核心区域,蜡树有多少华人,为什么要保住银奈大桥? 大家好,这里是纵观史书,带大家揭秘其中的内幕。 同时,北部的克钦邦,西部的钦邦,西南的若开邦,以及东南的克伦和克耶邦均均受到攻击的波及,缅甸正陷入混乱之中。 缅甸南部核心区域的战事愈演愈烈,保卫军采取激烈的军事行动,导致当地居民陷入极度的不安与恐慌之中。 北部的克钦邦,西部的钦邦,也在遭受来自不同方向的压力,战火蔓延,使得这些地区的民众面临巨大的威胁和困境。 西南地区的若开邦,曾经因为种族和宗教原因而频繁爆发冲突,如今更是深陷于战火之中。 各地的交战,使得缅甸国土处于动荡状态,整体局势异常混乱。 这场广泛的冲突不仅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还使得缅甸的稳定岌岌可危。 国际社会对于缅甸的混乱局势表达了关切,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解决矛盾,以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宁。 然而,如何在多方利益交织的情况下找到解决之道,仍然是一个复杂而严峻的挑战。 如今,打了15年丛林游击战的国杆同盟军已经越打越强,胃口和野心也越来越大。 蜡树有多少华人? 缅北最大的华人聚集地并不是国杆自治区,而是山邦第二大城市蜡树,叫蜡旭野队,是缅甸东北军区司令部的驻地。 山邦由缅军三个军区,另外的三角军区的司令部驻地是景洞,东部军区司令部的驻地是东支,山邦的首辅是东支。 人们往往根据缅军的三个军区,又把山邦分为北胆邦,东山邦和南山邦,蜡树是北胆邦的首辅。 北胆邦由蜡树县,木杰县,桂盖县,角麦县,当阳县,孟密县,国杆自治区,德昂自治区,瓦邦等构成,网上对蜡树县的人口和民族构成有很多的版本的数字,人口从十几万到八十万不等。 下面我根据最新的人口统计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缅甸已经十年没有人口统计了,官方估计2019年山邦人口六百三十三万,这个数字绝对是低估的。 蜡树县区域面积为一万两千八百六十七平方公里,2020年总人口八十万人,这是整个县的人口,2020年实现下分四镇,蜡树,兴威,孟芽,当阳,2022年,孟芽,当阳,令设当阳县, 所以现在的面积大概六千多平方,网上说蜡树有三十万人口的应该是指蜡树镇的人口,这个数字比较合理。 华人占比为一半,有六十多所左右的华文学校,最高学府至高中,汉语为教育的低语言,教材为大陆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这里重点说一下,华文学校除了汉族学生, 还有大量的其他中缅跨境少数民族学生,这也是华人的助力和兄弟,缅文政府所办的学校有二十几所,还有三所学院及四所大学,华文学校没有大学,毕竟缅北汉人的精神首都在昆明,有能力上大学,基本会到云南读书。 蜡树是缅甸北部重要公路汇集及货物集散地,为滇缅公路起点,是缅甸曼德勒网木节,中国云南省的必经之处,蜡树除了华人,还有歹族,印度人,缅族人,苗族人,以及十几种当地民族及少数民族。 兴威,也叫牧邦。 元朝时,为云南行省下的牧邦陆军民总管府治所,明朝时是牧邦宣卫斯治所,兴威,正处于分别到清水河口岸和木节口岸的两条公路的交叉点,地理位置十分关键。 目前,国杆同盟军和德昂民族解放军正联合在拉虚县、木节县、角麦县多地进行战斗,兴威镇周边已经被控制,从曼德勒到木节的滇缅公路沿线都是德昂军的游击区,根据最新的战报,木节基本已经被德昂军和同盟军联合拿下,木节是中缅边茂最大的口岸,占70%以上,是清水河口岸的十倍以上。 拿下木节后三兄弟联盟,获得巨大的经济和物质补充,虽然有人说木节出力最多的是德昂民族解放军,可能会与国杆同盟军发生争执,抢地盘,但是德昂族也是中缅跨境民族,也是半汉化的民族,在缅甸军政府被打垮之前,绝对会以大局为重,共建缅北华人联邦。 打下拉虚,可以获得缅北最多的汉族人口和汉化的少数民族,这样经济实力和军队数量上都能获得飞跃式发展,控制区域与克勤邦、瓦邦、德昂族自治区连成一片。 然而,对于中国而言,这场冲突的胜负并不是最关心的问题,中国更关切的是,首先,这场冲突是否会对我国边境地区带来影响,其次,长期困扰中国民众的缅北电炸产业是否会被彻底铲除?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问题。 事实上,这场冲突的风险已经开始波及到中国边境地区,上个月底,云南边防部队已经开始在瑞丽等多个中缅边境口岸出动装甲车进行武装巡逻,瑞丽市也有三所学校因冲突停课,并提醒师生如果听到枪炮声要尽快找掩体躲避。 同时,缅北的木解市等多个地区的物价也开始飙升,鸡肉、蔬菜,食盐的价格上涨了至少三倍,一袋大米从人民币300元涨到了1200元,这可能也会导致不少缅甸民众越境到中国寻求庇护,给边境地区带来治安隐患。 因此,在11月2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再次强调了中方的立场,敦促各方停止火拼,呼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确保中缅边境的安全与稳定。 而第二个问题,相对来说并不太令人乐观。 近年来,缅北的电炸产业严重损害了中国老百姓的权益。 无数人因这些电炸犯罪活动而家破人亡,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打击电炸,与缅甸方面展开了紧密的合作,截至今年10月,已经接收了4666名被缅甸移交的电炸犯罪嫌疑人。 然而,中国一直坚守在与其他国家保持相互尊重和主权平等的框架下进行合作,追求的是合作共赢,而非单方面的霸权压力,中国绝不会采用强力干涉他国内政的手段,甚至改造其他国家,以实现自身的目标。 同盟军之所以以轻缴电炸为名,可能有几个原因。 首先,这可以为他们的行动提供一个正义的理由,起草一份习文,以获取缅甸当地民众和中国国内舆论的支持。 其次,这也可能是一种向中国示好的举动,尤其是英国赶当地有不少华人高层。 他们说普通话,自认自己是汉族人,一直希望获得中国在某种程度上的承认,而通过打击电炸,他们看到了这样的机会。 然而,冲突各方并非非黑即白,缅北地区的民地武势力错综复杂。 早年,他们中的许多人以贩毒为生,维持武装割据的力量,后来又开始涉足赌博产业。 手上沾染着不少中国人的鲜血,可怜的居民们一直生活在困境和恐惧之中,受到了外部势力和内部争斗的影响。 然而,在果敢同盟军和领袖们勇敢的抵抗下,他们最终迎来了重要的胜利。 这场胜利不仅改变了整个战局,还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敢同盟军的胜利不仅让他们重拾信心,也向全国传递出积极乐观的氛围。 这场胜利向我们证明,无论面临多大的挑战和艰辛,只要我们坚定意志,勇敢拼搏,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 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而这次胜利之所以能够取得,除了士兵们用鲜血捍卫家园外,社会各界群众也积极参与了战争的背后,提供了各种庇护、医疗和物资支援。 正是这种众志诚诚的团结精神,让国敢同盟军在最艰难的时刻保持了坚定,并不断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更令人振奋的是,国敢同盟军在夺回老街之后,并没有忘记社区居民的需求。 他们积极伸出援手,帮助重建被毁的基础设施,提供紧急救援,改善生活条件。 这一举措,不仅拉近了武装力量与普通百姓之间的距离,还树立起了一种全新的关系模式。 国敢同盟军成功夺回老街,为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期待和遐想。 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并发掘自己的潜能,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这场胜利,给予每个人信心和勇气,去面对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 国敢同盟军夺回老街后,立即展开了治理和秩序重建工作。 这个从废墟中崛起的新生活,需要一个有序的管理体系来保障其可持续发展。 尽管老街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争摧毁。 国敢同盟军建设者们并没有气馁。 他们勇往直前地修复了被摧毁的建筑,全面重建了社区。 从砖块到水泥,从天花板到地板,每一个角落都焕然一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如今,碎片化竞争已成为国际格局的主要特征。 各个国家或势力之间的地区争斗和利益冲突此起彼伏,像拼图一样组成了整体局势, 在这种竞争格局中,蜡树成为了具象征意义的城市之一。 蜡树之战将可能引发更复杂而错综复杂的决力与对抗,不同国家,不同背景,不同目标的各方将在这片土地上展开激烈较量, 并试图通过控制蜡树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10月3日到喜欢的食欧之 saud,